你去哪儿了 我快把花园都找遍了 看到那边有一片牡丹花 就多看了一会儿 我还以为 你去了书房 还是我二叔告诉我 你在这里 抱歉 让你着急了 没有 正好来了这里 我带你去我奶奶的花房里看看 里面啊 有很多我二叔从各个地方找来的 奇特花种 保证你没有见过 好啊 两人进了花房 在里面玩了一会儿 佣人找过来 喊两人回去吃午饭 回到别墅内 佣人已经在摆饭 于婧过来热情地招呼苏西过去 听一行说 你喜欢吃辣 我让厨房多做了几个偏辣口味的菜 看看合不合口 不用 我不调食什么都可以的 灵母招呼苏西入座 众人依次坐下 好巧不巧 苏西坐在了灵九泽对面 千万别拘谨 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是 谢谢 又不是第一次 有什么好拘谨的 多吃点 嗯 灵家人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除了灵父天生的冷肃性情 其他人都很随和 也很有礼貌 处处照顾苏西的感受 苏西也没有拘谨 像平时在灵家吃饭一样随意 小苏有男朋友了吗 没关系